哈喽大家好 欢迎进入休息时间 我是小太子 今天吃的是酱多多 那我就开吃了 先尝这个 这个草莓味的话有点酸酸的 外面就是很奶油 有点像乳酪的感觉 特别好吃 有点像吃草莓干 这个也是他们家的新品 挖一刷看一下 这个里边有百香果 那个籽蛮酸的 不喜欢吃酸的 深入 但是我感觉这款还是挺清爽的 比较适合夏天老嘉宾了 优惑优惑你们 看这边 吃了 吃冰3 吃辣4 吃辣4 吃辣5 吃辣5 特别满足 今天这款我没有加热 但是紫米吃起来还是很软 不知道我何时会腻 但是只要腻了我就 知道 这个也是他们家的新品哦 你看看他们家的酱 还有这个酱多的啰 这个酱多的下凉 肉中是脆的 特别油 口味重的 可以买这款 从未特别明显 就只是这个蛋糕体 因为这个酱特别多 然后蛋糕体在嘴中都没有什么存在感了 一口下去全是嘴 一口下去全是酱 你们看我今天头发上特意用了好几种颜色 你们目光所及之处 只要说你们能看得见的颜色都是你们的组成 咱们不支付不强 咱们不支付不强 哇 这个味道只可意会不可严陈 最清爽的一款 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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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退見 有个小伙伴 私信给我介绍了一款辣条 叫老香油 老猪香油糖 老猪香油糖 应该是这个吧 听名字就感觉肯定很棒 他说是咸香咸香的口感 那肯定是我喜欢的 把这个麻辣王子吃完了 我就去买 你们懂的 我的胸膩程度也就不过如此 多谢我晚一点的吃吧 因为美食是用来享受的 要在自己最想吃的时候再去吃 那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再忙再累也要记得按时吃饭 听到没听到没 爱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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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 yang比来冩 我们下期啊